把这个豆角的鸡鸡都抽了 白抽一段 咱们今天就自己吃了 再放的话也放不住了 本来都被我过来鸡豆好几天 今天早上一早就买的猪肉 今天就准备吃这个猪肉豆豆角 豆角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肉切了 开始做 把肉切成片 再来洗着切点猪肉酱蒜 烧点油开始炒 油热下入切好的肉片 把肉上的水分先炒出的 把肉炒得干干的 开始炼肥油的时候下调料 放入猪肉酱蒜 八角粉 花椒粉 姜粉 盐 再来点干辣椒 倒点老抽 再来点生抽 把豆角洗干净和肉一起炒 再洗一遍 洗净一点 洗净以后下进来 白炒一下 把豆角上的水分也炒干 炒干以后倒入开水 开水倒到莫果豆角 把这个豆角兜上半个小时 兜得烂烂的好吃 豆角快熟了 我们再准备切两个牙鱼 发起来一起炒 把牙鱼切成醋条 切好的牙鱼发起来 再盖煮豆一会儿 把牙鱼都烧 好了已经出来能出锅了 发点葱花 发点鸡鸡出锅 最后来撒点小菜 我们的猪肉豆豆角已经做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吃了 头儿端好要吃饭了 来了 赶紧炒一下人家多比的豆角 这是不愿切里挤回来的豆角 这咋咋咋 豆角味咋 豆角味 这刀猪肉几多钱 这刀 20钱 贵了 我今天早上买点猪肉 怕一备一样 我再少来点米饭 少少的来一点点 感觉快买的了 到这儿 啥好吃吗 吃米饭大一下 头儿 这好好吃 感觉你今天看到出来 给我们俩吃薄汗 给我们俩吃薄汗 看得吃一多 好好吃啊 嗯 好了咱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的帮忙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 再记得转发一下 下期再见